演艺圈 知名近年知名度大跌 甚至很多千禧年往后出生的网友都不知道她是谁 但靠着宛君中的小宛君 青青和鞭草中的小草梅花落中的小银霜 马景涛版《倚天屠龙记》中的小芷若等诸多经典角色而成为第一代国民闺女的她 不仅是几代人心目中难忘的大明星 更是让彼时才14岁的沙贝宁将知凤为女神 还对父母立下了将来要娶她的弗拉格 然而多年后 沙贝宁与金明同台时 虽然害羞地与对方提及自己童年的梦想集 但她终究还是娶了外籍女歌手李白 至于金明 她的情路不坎坷也挺简单的 但不知为何外界却屡屡传出她已婚的消息 甚至连她的发胖也被传成是因为当了妈妈的缘故 实际上 金明与传说中的老公安玉刚张涛都曾先后交往过 但却终没有结局 不过因为是好聚好散 加上她本人是个有内涵的女人 因此分手后大家还都是挺谈得来的朋友 面对外界的谣言 金明其实解释过 可惜没用她也就不管了 选择用时间去证明 1980年出生的金明已经38岁了 自清华毕业后她就回归了演艺圈 但并不怎么接戏 更多还是活跃在各种公益慈善活动上 然而这对于很多喜欢她的观众来说也挺好的 因为至少还能在影评上看见熟悉的她 至于金明圆润的长相 网友虽然直言没有她小时候好看 但因为她自然的五官 以及大方的气质也是给予一片好评 若有诗书藏于心 岁月从不败美人 而想必金明就是这样的美人吧 祝福她 特别声明 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 版权或其他问题 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 与新浪看点联系 六括号点